各位觀眾好,現在我來測試的是日規的CB1000,它有安裝了原廠的快排 我們現在要先評估一下這個原廠的快排如何 如果它還不錯用,那我們當然就留用 好,剛剛那一下不太算了 不過,我們再繼續來測試一下 原廠快排的時間太長了 如果說是這個4C騎車,它試起來不是很好 因為它時間太長了 那它可能就是要逼迫你高轉的時候來測試 它怎麼會測那麼大 然後它的氣部比較軟弱無力 因為它上了承轉 基本上原廠的快排不差啦 基本上原廠的快排不差啦 就是要大力飛一下啦 就是要大力飛一下啦 所以可能我們就 如果說像是RB的快排在走1.2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很順 但是,你就可以明顯才發現原廠的快排啊 它的1.2在提到低轉速的時候 它就不行 它的時間太長了 好,那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test啦 基本上我們也是希望幫客戶省錢啊 那如果 停頂下來的話呢 等於說是低轉速 是RB勝負很多啦 那麼在中高轉速的部分啊 將來小小的試了一下 RB略升一點點啊 那 有沒有必要把這個原廠廢掉呢 我個人認為是不用的 它就一萬的就呆呆的順順的 超呆的 在剛剛那種轉速區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這一台其實蠻眼熟的 就是之前的日規 Plus 有原廠的快排 那 車主還是受不了 受不了誘惑 來換了我們RB Bike的進退檔快排 那我們現在要來幫它做試車 好幾個月 超過了 我們現在要來幫它見到 好幾個月 我們現在要找到公室 我們應該提供了 我們應該宣傳 我們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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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台車呢是貼補前段版 那由於原廠進檔快排 在這個進檔的時候 就是偶爾常常會發生一些 它的時間太長的問題 就是動力會突然有抖降的情況 那你用快排再換檔 順暢度就有點少折扣 就是它進檔的小問題 進檔的小問題 原廠進檔開排的退檔部分不錯 這個我們眼睛的問題 是不錯的 可是就是進檔就是有點可惜 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那因為我們也沒有界面可以調整 所以我們也不知所以 各位可以去看之前的這個 它剛裝好的時候 在來裝電腦之前呢 我們有給它測試一下它的原廠進檔 進檔檔快排的進檔 你就可以發現在這種本樹呢 你要去做清掃 那掉本樹掉的有夠嚴重的 不像現在這邊要走 這個就差別很大很大了 那 kunnen再把這個圖先照給我 走到大時 是不是在飛行中 是很可惜的 在這一段 就是在大 fel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现在10点多了,这个蛮晚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就不要开太大的油门 就这样顺顺其就好了,那因为它已经有打开它的,有装了近日软快排之后呢 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的电子油门放下去,那它已经打开了 所以它油门的反应会比较提醒 鞋放开 鞋放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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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